漢江王牌江紹慶獲選今年終止明星賽 明星隊的先發投手 展現他的高人氣 而從二零一九年世界棒球十二強 打搶知名度 到二零二一年 韓富邦簽下四點五年 總值六千一百二十萬的大合約 平均月薪高達一百一十三萬 江紹慶享受優渥待遇 和球星光環的同時 無法避免的就是被球迷用放大鏡檢視 尤其過去兩季合計十勝十四敗的戰績 更有酸民算他一剩價值多少錢 暗示CP值不夠高 對於這些批評指教 主角用強大的心臟接招 棒球是團隊運動 盛投的背後需要許多元素 共同建構 江紹慶享說 不會強求數據 而是要用態度 每次登板都成為團隊安頂力量 而今年他結算到二十三號賽前 兩勝六百戰績 防律三點五七 警訊是六月的三場先發 一二一破九並不理想 或許更需要仔細的檢視 十字和祭前出征世界棒球經典賽 碰到疲勞 撞牆棋有關 還好影響不大 因為我自己也是擔心 這過了半季或者下半季 其實相對對球員提早開機 這件事情我覺得 多多少少會有不一樣 就是進入球寂寞的時候 可能會體力下滑什麼之類的 就跟挺人家人們 然後最有協助 比如說這週可能特別疲勞 可是我們的訓練方式 可能就稍微下降一點 不單是當漢將的ACE 江紹慶更是中華隊龍之大將 學習和壓力以及網路世界 正反面各種留言共處 是江紹慶投打對決之外 也要努力三政調的課題 YT台定義黃化軍採訪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